大家好,我是老猫 今天我给自己安排一个肉夹馍 大家过年回家没事可以做起来 猪前腿肉,后腿肉都可以做 买回来之后用凉水泡上 把血水泡出来 凉水下锅 去腥三件套 葱姜和料酒 咱们先来给肉焯上一遍水 还是老哈宋洗干净吃得放心 一定要用温水洗 洗好放一边备用 咱们炒糖色 锅里加一碗水 加白糖 来一点油 开小火慢慢炒 水蒸干了 现在就开始变颜色了 颜色会逐渐加深 颜色变枣红色 开始冒大泡 加开水 糖色熬好了 放在碗里 一次用不完 可以用好多次的 另起锅水烧开 葱姜搂料包 来一大勺糖色 汤色好漂亮呀 半勺老抽 汤调到这个颜色 可以了 把肉下进来 加一勺盐 加盖 小火慢炉 两个小时 这肉现在就炖上了 咱们现在做白鸡饼 加入用的馍 准备一斤面粉 三克泡打粉 一勺猪油 搅拌均匀 准备不烫熟的温水 220克 化开5克酵母 1克碱面 酵母水 破面 只需要醒发到1.5倍大小 用的是半发面 做出来才会酥脆 全发面的话 做出来就太柔软了 不够酥脆 面到这种程度 1.5倍大小就可以了 揉光排气 揉光之后 下成120克一个的面剂子 搓成这样 一头粗 一头细的长条 然后按扁 从粗的这一头 卷起来 收口到底下 顺着它的纹理 旋转按压 擀一下 转一下 像我这样 做成一个小碗状 垫饼中 不放油 下锅烙饼 中间 轻轻点一下 烙上花色 翻面 中间 点一下 是点的菊花心 就是这个菊花心 可以了 可以了 两个小时 时间到了 放了一个 鼻子压着 是为了让肉 完全的浸在汤里 肉就是这么软烂 用刀 一碰就碎了 肥树香煎 还有肉皮 加点肉汤 这饼做的真好 来烧汤 大家给老摩做的如家馍 打个分 满分 十分 六分以上 帮我点个赞 去哪家店 也不会给你这样夹肉 趁热吃 开店 开店 饼特别酥脆 看一下这个饼 是不是你喜欢吃的饼 哇 检查一下 这几天特别想吃出鸭膜 肥而不腻 饼特别酥脆 里边还特别 能吸汤汁 哇 事实证明 做的多了 会熟能生巧 经常看老猫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都知道 之前我做过好多次如家馍 但是都没有这一次做的好 这一次不管是馍还是肉 老猫都特别满意 吃的很过瘾 本来我是想做麻辣米线的 但是在这边 苏州呀 买不到米线 然后我就做了酸辣粉 大家闲来没事都试一试 掌握了这一门技术 不管你身在何处 想吃了就能做 味道是真不错 再来一个 这肉夹得更磁实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腊脂肉夹馍 起这个名字 做肉夹馍就行了 为什么叫腊脂肉夹馍 咱们这肉是肥瘦相间的 那卤好放凉之后 上面飘的肥油油花就会凝固 变成白色的 和咱们烧的那个腊 腊油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叫腊脂 腊脂肉夹馍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两个又大又厚实的膜 吃完特别满足 腊脂肉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肥肉肥而不腻 瘦肉吃着还不塞牙 老少皆宜 没来过西安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家做一下 我们西安的肉夹馍 下了功夫 费了时间 做出来的美食 还真是过瘾 今天那肉夹馍 挑不出一点毛病 拜拜